当你骑车开车行进这个路段时 你是否有看到一位婆婆 手提着花篮 趁着红绿灯 停车时刻 危险的沿街叫卖 手上一颤串的玉兰花 张阿嬷已经71岁 她却不像一般 在家还一弄孙的老人一样幸福 她必须卖手上一颤串的玉兰花 来养家活口 张阿嬷的家中 有一个在六年前因中风 务病在床的丈夫 即因脑性麻痹而无法自理的儿子 张阿嬷却不怨天柔人 本来发起母爱的精神 扛起这一切 这样伟大的亲情 更是应该被我们所看见 当你在车中享受着清亮的冷气 听着愉悦的音乐时 看到张阿嬷辛苦的卖着手上一朵 才二十元的玉兰花 掏出你口袋中的零钱 摇下你的车窗 跟张阿嬷买一朵玉兰花 让张阿嬷可以别在帽子生命危险 四处奔波卖花 也让张阿嬷可以早点卖完篮子里的花 早点回家 高雄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活在打拼 或许生活许多的不顺遂 但还是都努力的在为更好的生活而打拼着 当你觉得生活事事不如意的时候 不妨歇口气 找个人聊聊吧 世界会更开阔